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望向编辑部的6点钟 新闻报道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2年1月11日 星期二 下午6点钟时间 今节有我徐刘山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片 刘克言最重要是订阅 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那说一说香港的疫情 最新发展究竟是怎样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 出现了有小朋友初步确诊 令到政府都不得不要叫停面售课 未来1月14日就开始了 幼稚园和小学生就提早放农历新年假 特首的寄招的内容我们稍后再讲 首先讲一讲 在屯门的郑任安夫人千禧小学 有一位小六的学生就初步确诊 现在学校就停货了 全面消毒 这位小六生就在1月6日至7日回学校上堂 据知他昨天我们也在节目也提到 有关于屯门友爱邨的商场里面 有一间叫东亚大药房 里面因为有个确诊者 这位小六生就是确诊者的儿子 即是东主的儿子 那这个家庭一家四口都真的叫做中齐那一只 而他们的传播链就来自于国泰的空中服务员 即是望月楼群组那边 消息一出 实际上学生和家长一定很震惊 震惊完学生来说好像有个好消息 在未来的1月12日至14日 全校的师生和职工都要进行这个检测 校舍方面当然的了 就会彻底清洁和消毒 本来实时的网上课堂也会取消 还有通告就说 学校本来就计划在1月13日至18日 就会举行上学期的学期试 也都会取消 那些学生可能已经ya了 不过呢 家长方面就会有点点担心了 因为小六生的那些考试 又会不会牵涉到和声钟有关呢 那这就一件事了 希望学生方面提早放假都不要偷懒 都要继续备战 要给点心计 那好了 回到这个 今个早上的记招先 那一开波就说到 政府希望提升接种率 从一些个案可以看到 没有打针的人的病毒量就比较高 那这个都不需要多说了 那所以就呼吁未打针的市民 就应该尽快去接种了 那也都说自从上个星期 公布了要落实疫苗气泡 市民打针的意路亦都提升了 目前第一针的接种率已经去到74.7%了 属于可喜可贺的现象 令到社会更加安心 那都是好事来的 即是逢一声有一群之前不愿打的人 那现在都去打了 那我们一想都想到 等到这么久都不愿意去打的人 一定有些警惚的 似乎都不关身体问题了 好大机会都是关于对于疫苗会打完会 什么云归天啊 副作用啊 就像洞房那些说得那么夸张的那些 还有可能就是那些黄油啦 死硬派啦 这些叫不合作运动嘛 有些就说 未来可能要去饮啊 或者有其他不同的理由 都会选择去打针的 那林郑也都说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啦 他说假如以这个接种数目呢 维持到下个月的24号呢 接种率将会再提升13%的 即是可以去到87.7% 非常之接近九成的 所以政府要加大打针的能力 现在现时一个月可以打130万剂的 比在10日前已经增加了30%的啦 那这一点也都可以击破到 之前那些人说 哎呀加多两个接种中心啊 还有加多些少 每一个地点可以打疫苗的位置呢 有没有用啊 那现在说了个数据啦 那之所以打铁就要趁热啦 如果现在趁着大家起含含含都 那么想去打的时候呢 那真的要快打疫苗啦 好像政府那句口号说的 而再者啦希望那些黄友 认清楚的事实 最近期那个李货源阿姐呢 59岁那个 那现在都证实了一件事的啦 其实他一直都不愿意去打针 也都间接成为了一个很不明源头 还要那么高的含病毒量的人士呢 你想想到时影响了社会 有些什么要封啊 收紧社交距离啊 有些什么不做得 有些什么去得 或者就算去得的话呢 不是个个都像洪惠文生日会那么大胆的嘛 是吧 市民一般都倾向于謹慎为主的 可能到时候是不出街 或者不愿意消费啊 或者生意不好啊 找不到钱啊 到时影响到呢 都是市民的而已 记住啊 不关政府事啊 即使你的含病毒量那么高呢 这个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而已 即使如果你有接种疫苗的话呢 你的含病毒量就不会高到这样的 也不会令到那么多人那么容易中到的啊 那现在这个阿姐呢 所传播开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传播链呢 这个也是很令人担心的啊 那对于儿童接种 有呢就会以学校为本的 政府会派出这个外展队呢 去到学校帮他们打针啦 另外啦 还有一个好消息啦 预早今天公布都是好事来的 起码等各行各业听到这个定心愿嘛 虽然啦 当然这个消息呢 留回来在明天的立法会才说呢 可能真的会将这班人杀过措手不及的 那当然啦 特首都是以民为本的 那当然在记者会 越快和大家公布就越好了是吧 提到了防疫的措施 对到不同行业都带来影响啦 所以会重启防疫抗疫基金的 未来就是5.0啦 我们在另一节都会说的啦 就是分开两部份啦 那哪两部份呢 或者请大家请而欲报啦 去听一听呢 我们另外那一节 那我和台影一齐呢 以一个过瘾点的角度来说 大家听起来都开心点啦 可能你说我没有开餐厅的关是鬼事啊 我都不是开这些表列处所的行业的东西 我都不是在这方面打工的 不关我事 那不是的嘛 社会呢 大家都有份的 那你都不想你见到 或者你吃开的餐厅呢 顶不住撿鬼了的嘛 是不是 其实台湾地区呢 之前都有相当多这些问题 令到一些呢 我本来都很支持 希望呢 能够去捱过疫情之后呢 再去光顺的 那很可惜啦 他都真的捱不过啦 那你说是否没有什么补助措施呢 有 不过呢 补助都不是很行的那些 还有那个时间啊 还有那个程度来说呢 都是不及香港特区政府的 那所以呢 就算那些黄友说 什么什么民主自由啊 或者这样那样啊 但是呢 如果到时 你连你自己的生意啊 政府方面呢 给回一个引号啊 都帮你不了的话 或者都 都含不到废的 都是要死的话 那他呢 就赢了一个 有 保助你们的美誉啦 但是呢 实际来说呢 捱得很辛苦 或者当中有些什么内情的那些呢 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或者说大家都不明白的 例如派钱给你的那些时间啦 那个 人工啦 还有那个 人数啦 很多复杂的东西啦 哈 那么台湾地区呢 不说那么多了 那么记者呢 都有问下哦 关于红惠民生日宴会 那个调查进度 究竟是怎样啊 有些情处方面 有什么安排啊 那么林郑都说了 已经交了给 有关的两位猛将呢 调查一下的了 那么暂时呢 还没收到这个调查报告 那是的 那些人数啊 去了哪啊 有哪个来过啊 究竟是不是有没有CCTV啊 那些东西呢 完全啊 都不知道的 我怀疑啊 因为张竹军呢 就在记赵里就说 没有CCTV片段 所以就很难掌握到那些人 是谁 还有数到有多少人来 这里很难搞 那么但是呢 现在有些媒体呢 去到现场看过呢 都有成十个八个Camp 是不是特意呢 在那天呢 就关了那个Camp 不去拍摄他们 当时的实况呢 有没有这样做呢 如果是的话呢 喂 红惠民这个生日会呢 真是越揭呢 就真是臭崩崩的那些啊 是不是呢 你用了你们的特权呢 还是怎样呢 会不会又说 因为不是那么方便呢 牵涉高官名人啊 来到就不那么方便拍摄的 如果是的话呢 我就觉得相当之不应该了 那特首都说了 就是呢 他派了这两位仁兄去调查呢 不是法律上的调查 是纪律上的调查 纪律很紧要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 你是不犯法 但是呢 你违反了个纪律 或者一个 那个行业里面的操守 有时呢 我不知道大家的行业是什么呢 或者做了些什么工 有不同的工作呢 你都是那个叫 行业方面的操守 例如你做保险的 有些可能你很口密 心理医生 他都不可以立案说 今天我遇到个什么病人 他有个这样的case 所以有这样的心理病 这些都不行的 有没有犯法呢 没有犯法的 他说出来没有犯法 但是那个专业的操守 和那个道德 就欠奉了 所以呢 有些立法会议员 例如像何君尧那样说 有人说我针对他 不是针对 这是是其是非其非 就是说什么 那天什么 犯法了 那天可以开party的 我看到肥妈都说类似的说话 这个是你的职业操守的问题 还有这个是你在特首 这个公务员团队底下也好 或者在这个政府架构里面 如果是重要的官员的话 你的纪律方面 真的要比别人做得更加好 比别人更加去严守自己才行的 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梁振英的老婆 行李门事件 记不记得 又说要叫人拿回行李去哪里 拿回入闸里面 又这样那样的 搞到很大件事了 这些就是一种 伺着自己 特首夫人 这些什么行李门事件 就是这样来的了 即使你不知道我是谁 那些嘴链相当之惹人憎 因为有这些人的嘴链 就会被人觉得 咦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 不需要向市民负责 因为他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所以他们做事 就不守 纪律也好 规则也好 即是讲特权 讲身份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特别串嘴呢 如果他们是人民投票 投他出来的 一人一票选特首 是不是他们会 没那么囂張呢 假设这些疑问 都有曾经说过 即那时候 唐清仪的行李门事件 那回来了 重点 现在就是说 会停货 也有记者问 现在才说停货会不会太迟 他都说不认为是太迟 强调 作出这个停货的决定 绝对是不容易的 他都认为 现在停货能够保护到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 透过家长 感染到新冠的话 再传入学校 就会对于小朋友 分享一些不利 也都被问到 公务员 即是有一部分 可以叫做再加工作的安排 他都说了 如果有些同事 不是做核心的抗疫工作的话 已经通知了部门的首长 可以这样叫做再加工作了 看到那些黄友很搞笑 又拿出来说 没几天前 他们就乱传 就说 杨润雄局长会出来跟大家说停货的安排 你看看 不够几天了 就叫停货了 那时还说人家遥传 那时 未有去到 刚刚这一季 东亚药房的老板传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就传入学校 未有这些事件 要看 情况 而有一个决定 你不要说 一早估计到 之前的不是遥传 记住 一天的变化 都可以很大 洪惠文的派对 好像会 发大 那些人会自己 变出来 变了变了 变了210多人 有份去参与 本来说百多个 当然 他流水式 有些人说里面很逼 流水流到很逼 这里就 另一回事 那说回 他里面 有一个 王靠参雅 三十七岁少女 之前就说自己去到什么 和朋友喝东西 吃少少东西 吃了多少就不知道 搞到一头烟 好心你就说好一点 这个人要叉叉他 那何解呢 原来他那天 和了另外三个朋友 去了干乐道西 说自己在哪里 115号 之后再 和其中一个 两个人 一起去了 洪惠文的生日派对 那张竹军就说了 那这帮人呢 在这个party之前 就去吃小食的地方 可能是属于一个叫私人地方 未必叫对外开放的 再去找了 原来他说错了 不是115 是155 救命啊 那里就叫做高乐花园 最少有两间餐厅 那即使这帮人呢 个个呢 一锅抱的 如果你有安心出行啊 那些东西呢 就未必搞到这样 呀呀乌啦 是不是 那对于呢 林郑 现在 拿正来做啦 啊 终于有人出来 支持一下他了 不如来说一些正向一点的 就是唐英年 还有谁在这个厨房那么热的时候 都敢跳出来 不怕热呢 就脱光珠了 出来就不怕热 就说了 就是唐英年了 那他怎么说呢 他大致上就说 支持林郑月娥 严肃跟进这件事 当然要严肃跟进啦 跟你玩的 没面子比的啦 现在呢 他就想斗大声 就是我大声到你不去追究我 就是像何君仪那些 声大甲恶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完全是就是这样的款 唐英年就说啦 要严肃跟进这个 生日party的事 认为政府 要给到市民信心 树立好榜样 才能够 上下一心全力对抗这个疫情 他都说了 香港经济疫情底下 就受到重创 Omicron是一个 病毒传染性极高的病菌 政府已经累积了两年防疫抗疫的经验的啦 要重新检视下 怎样去堵塞 所有可能出现的漏洞才行的 也都要社会 同心协力 严格执行 这个防疫抗疫措施 才能够有机会 有效地对抗疫情的 短期内通关呢 要大家合作才有望的 避免再次公规一跪 市民生计 才未来有机会 稳步恢复的 这个说得非常好 虽然你说听到好像妈妈是女人 那当然啦 好像朱医生那些 找不到我 不得了 找不到 懂得问太人 忙都要应付你的 忙他不理你吗 那不会的 是不是 很明显的 这是藉口来的 陈嘉佩 都说自己找到 Judy 还懂得说 现在习惯了 大家习惯了手势 一定会找到的 我觉得 这么说 是其是 非其非 那好吧 严正执法 或者严肃跟进 这个也会 严正执法 对于 食环 要看看这家 人有没有违规 到时 就位位五千 当然 老板 就会再重一点 那说回先 没份去 party的 议员 其中有一个 亦都说 明天开行火力 就是田吾北辰 他就扔了封信 给林郑月娥 那说什么呢 大致上 就要求 当局解释一下 国泰的航空机组人员 违反了 检疫措施的这件事 还要留意着 林郑会不会 是有核下的 政策有误 监管不力 是不是要向市民道歉呢 那封信到 江游并制 又说代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表示不满 和失望 当大家 期望通关 即将实现 的时候 竟然 因为这个 机组人员的防疫 漏洞 导致到期望再次落空 说很多 又说什么餐饮 零售 娱乐 大售打击 等等 问了一些问题 交加密码 一直录过 他现在这么早问了 我想明天 林郑也有时间回答他 那个势 应该都不似 在他们身上的 林郑 怎样去 应对了呢 现在似乎得他 扭一个头 闹得最大声 是他 有没有其他人出名 去撑他 好像不觉有 看看林郑明天的表现如何 表现得好的话 我想 可以立下下马威 新人 那些 应该都不敢搞那么多 这些都是一种 职场上的 管理的哲学 所以敬请小心 我想 林郑做了这么多年 政府方面 应该都明白了 沙盘推演也好 或者自己 做足了资料 现在可能在背 资料也不行了 资料的东西 很难背 变化多端 硬记 大堆数字 是挺难的 在今天的早上的时候 都说了 李大说今天 会公布 新一轮 这个数据模型 究竟是怎样 预测下 下一轮 传播 高风险的区域 是哪些 综合了近来 所有的 资料 数据 预测 未来 高风险的区域 除了现在的 北角 銅鑼湾 屯門 大埔 等等之外 未来这个礼拜 会有机会 深圳 荃湾 沙田 九龙湾 和元朗 等等 政府团队也建议 政府应该加强 这些地区的疫苗 和那个检测的资源 例如 重开 天徽露体育馆 友爱体育馆 圣保禄 医院的疫苗 接种中心 亦都呼吁 市民应该减少在这些区 非必要的出行 那说就说了 听不听就一件事了 那听起来好像 几令人担心 那样 不过 尤其也想说到一个好消息 港大医学院 内科学系的临床教授 孔帅艺 那他又去到电台 聊聊天 他也说的有关措施的做法是合理的 而且是可以舒缓到 检疫措施的需求 他说如果未来这几天 都没有出现一些源头不明的个案 相信 就叫做第五波疫情 已经叫做 仇控 听到仇控两个字 都好很多 他都认为 当局的追踪做得很快 现在说的另一样 就是认为 香港人要做全民检测 他又怎么看呢 他说香港就不需要做全民检测 他说因为 很难 在两天里面就完成 而且要动用大量的人手 另一位中大的 虎架系统科 讲座教授 许树昌 也走到另一个节目 和大家聊聊天 由于 Omicron的患者早发病 认为 港府缩短密切接触者的 检疫期 是很稳定的 也认为 强检后 14天 再在家居 监察了7天 而走漏的机会 都很微 他说对于当局 批准有关人士 在家的监察期间 可以短暂外出 他也表示 有关这些人士 原则上 是留在家 最多 都是出去 买一些 日常用品 一两个钟 并非 给你去喝茶 吃饭 这就是最大问题 你们竟然 去望月楼吃饭 这些有没有搞错 还约上伯父 一起去慢慢吃 聊聊天 高谈阔论 那些 那当然不行了 所以 有医学专家出来说 整件事 信心 都大了 记住 大家一起 未打针的 快点去打针 做好自己的防疫 抗疫措施 再者 希望大家 真的减少外出的活动 留在家 或者不要去那么多人多的地方 就会好一点 好了 今天的六点钟新闻 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